那是所有的莫斯科人的想法都和年轻的盖纳一样 我们寸步不离地守着收音机 等着斯大林发表演说 我们需要听到他的声音 但他一直沉默着 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听 我们被告知这就是战争 然而斯大林在哪里呢 据战后西方公布的统计资料 在苏德战争的头18天 苏联损失2000列火车的军货 3000门大炮 2000架飞机 1500辆坦克 同时30万苏军被俘 德军在战里明斯克后 1941年7月15日 通过激烈战斗 攻占了苏联首都莫斯科的门户 斯莫伦斯克 和为了苏军十几个时 切断了苏联西部最重要的交通干线 明斯克至莫斯克的公路 面对这样的情况 苏联一方面加紧对前线的政治动员宣传 一方面为防范士兵卫战逃跑 下达了就地枪壁逃兵的命令 而此时 为强占苏联的粮仓 乌克兰 希特勒调遣部分进攻莫斯科的中央集团军 南下攻占基辅 1941年8月 基辅告急 斯大林拒绝采纳朱克夫的建议 下令红军死守基辅 结果导致苏联西南方面军在基辅战役中被德军围歼 纳粹德军宣布歼灭苏军66万人 希特勒宣称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歼灭战 不过 正是在这场失利之后 斯大林更加认识到朱克夫的军事才能 这位在今后将改变整个苏德战争形势的苏军将领 逐渐走上立实舞台 1941年11月 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五个月之后 希特勒扬言 我只要说出俘虏人数 就足以说明这场战争的胜利 据西方学术界有关二战中苏军战俘数字的统计 1941年6月至1945年4月 德军共俘虏苏军516万人 开战半年约有300万人被俘 作家维克多·克拉夫琴科在日记中写道 莫斯科看上去就像一个垂死的城市 恐慌遍布 谣言也在四处散播 甚至有人说 克里姆林宫发生了政变 斯大林被捕了 苏德战争初起 苏军可谓是节节败退 历史学家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 是斯大林把部队全都部署在苏联边境附近 缺乏战略众生 使德军有机可乘 长期以来 人民一直困惑于斯大林为何会犯这样的兵家之大忌 前些年俄罗斯学者索赫洛夫出版《二战秘密档案》 指出斯大林早已制定了一个进攻德国的大雷雨计划 他在边境驻扎数倍于德军的兵力 是为了伺机进攻德国 因而缺乏防御的准备和部署 导致苏军在德军的突然打击下溃步成军 不过一部分二战史学者并不认同索赫洛夫的这个说法 指出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实大雷雨计划的存在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 1941年10月 德军长驱直入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 此时德军主力已濒临莫斯科城下 希特勒在给各部队的命令中说 进行最后一次打击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们要在冬季之前置敌人于死地 苏联方面 斯大林将在列宁格勒指挥作战的朱口夫召回莫斯科 同时决定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苏共中央政治局 国防委员会 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作战组 一概不许撤离莫斯科 这一议考虑到攻占莫斯科的巨大政治和军事意义 希特勒投入中央集团军群约180万兵力进行猛攻 与德军相比 经历了数次溃败的苏联军队 兵力和战斗力明显处于劣势 急需增援 这时苏联方面获得确切情报 几个月前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 不会再近期入侵苏联 于是 临危受命的朱口夫紧急调集 原本驻守西伯利亚的25个步兵士 和9个装甲旅的精锐部队 回援莫斯科 抵抗德军的突击 随着莫斯科防线的重新整合 德军的进攻速度急剧下降 1941年11月1日 斯大林询问朱可夫 目前形势是否允许莫斯科 举行十月革命阅兵式 朱可夫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11月7日早上8点整 在一场暴风雪中 隆重的阅兵式在红场举行 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 威武的走过苏联人民和领袖的面前 德军的进攻随时可能发起 然而斯大林却选择在这个危险的时刻 向全军也是向全世界发表一次演说 允许莫斯科防线 允许莫斯科防线 阅兵完毕 检阅部队直接开赴前线 几天之内 苏联军队就成功稳定了莫斯科附近的局势 由于补给线拉得太长 运力不足 人员和武器装备供应不上 且无严寒条件下的作战准备 德军部队大量检阅 士气下降 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而苏军则越战越勇 转入反攻的条件日益成熟 12月6日 朱科夫的西方面军开始对正面之敌实施攻击 随后德军遭受严重打击 12月8日 希特勒下令 在包括莫斯科方向在内的整个苏德战场 全线转入防御 12月13日 苏联宣布 红军焚碎了德军包围莫斯科的狂妄企图 1942年1月8日 苏军实施总攻 至4月20日 苏军向西推进了100至350公里 歼敌50余万 莫斯科会战结束 莫斯科会战以后 希特勒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计划 1942年下 集结重兵于苏德战场南部 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实施重点进攻 企图攫取石油 煤 粮食等重要经济资源 切断福尔加河水运干险 进而北取莫斯科 于是 20世纪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斯大林格勒战役 打响 1942年7月17日 德军在冯保卢斯上将的指挥下 发动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 不到两个月 斯大林格勒外围防御进市 德军攻入市区 在满是瓦砾和废墟的城中 苏联军民顽强抵抗 在城中的每条街道 每座楼房 每家工厂内 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炮手安德烈科兹诺夫 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能听见 德国士兵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因为眼前笼罩的烟雾 我看不到他们 我们盲目地开火 用耳朵去听 我的头脑里一片鸿鸣 战斗的惨烈难以想象 刚刚增援城中的 苏军战士的平均存活时间 不超过24个小时 军官也只有约三天的平均存活时间 苏军最高统帅部自9月底开始准备大反攻 朱克夫的策略是将德军继续牵制在城内 然后通过打击德军虚弱的外侧 来将德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市区 11月13日 斯大林批准了朱克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拟制的反攻计划 并亲自给这个计划取名为天王星行动 1942年11月19日 早上七点整 1400辆坦克 1000多架飞机和100万苏军士兵 扑向纳粹军队的侧翼 22日 西南方面军开始分批渡过顿河 23日 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在卡拉奇会市 从而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 几个星期之后 被围困的30万德军士兵 机场陆路 弹尽两绝 终于和德国陆军元帅 冯保卢斯一起投降了 而保卢斯也成为了第一位被活捉的纳粹陆军元帅 希特勒对这位新陆军元帅极为失望 并公开说 保卢斯差一步就要跨入光荣的殿堂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退却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也拉开了苏联反攻德国的序幕 此时 在全世界眼中 斯大林已经成为了英雄 因为他是第一个打败阿道夫希特勒的人 尽管他曾与希特勒签订购合的条约 也曾经在战争中决策不当 但此时 他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 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了 戴高勒将军访问莫斯科期间 以及几个月之后的亚尔塔会议上 同盟国的领袖全部赶来 意渡这位苏联巨人的风采 温斯顿丘吉尔在铸酒时曾经这样说 斯大林的生命 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最为珍视的东西 我衷心希望苏联人民 能够永远拥有他们伟大的领袖 在座的所有人都很清楚 从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一刻开始 随着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日益凸显 苏联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为一个超级大国 1945年春天 苏军在东欧各国的配合下 消灭大量德军有声力量 占领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东部 即维也纳 杰克斯洛伐克一部分 和德国东部 1945年4月16日凌晨30 柏林战役打响 苏联18000门各式火炮 实施炮火准备 20分钟内 向敌阵倾泻了5万吨炮弹 4月27日 苏军突入柏林市中心 4月1日